而接着来看到润水箱茶产业蓬勃发展 新值茶园面积也逐年增加 为了有效解决农业缺工的问题 农粮属东区分属 近几年也积极辅导推动茶园机械化 而目前也已经有20公顷采机械化生产 那么今天上午也借着在润水箱五鹤茶区 开办的省师省工茶园机械化记者会上 分属长徐辉飞是乐观其成的表示 未来也将会带领东部茶产业 超向全面机械化的目标来迈进 随着柴茶人口老化以及农业缺工的冲击 长农在农粮属东区分属辅导下 在重启机械化生产管理 成效卓著 尤其近五年来 投入的面积与人数快速增加 一马去家中做茶饮料 这都有用处 因为总比在进口那些还好 把人的价值把它放到最高 让现在疫情机器无法取代能力的部分 没有能够 那如果已经可以取代顾客 我们把这样的资源的力 就交给机械来做之后 从单一茶农到连结公司资源 愿从新竹前来开花莲茶产业 机械化疆域的台湾茶叶生产 合作社理事主席林河春 也看见五颗茶产业的变化 以及未来发展的可信性 农友用机械化的方式去营运管理 那比起传统的手采 它只采上面的一新二业 相较不同的是机采它的采收 是整个冒出来的新芽 它都有利用价值 所以会整体发挥 不然以往手采的话 下面那一节它就修丢掉 修丢掉的话就是比较浪费一点 农粮署东区分署近几年 全力辅导协助茶农 朝向生产机械化的目标迈进 让台湾传产之一的茶产业与时俱进 从拾台湾茶在国内外茶叶市场的竞争力 那其实像现在这些机械设备 已经算是非常成熟 不管是从栽种开始 到后面的修剪 然后还有像中根除草 那以及像这个施肥啊 喷药啊到最后的采收 其实都是可以机械化一贯的操作 那借此来希望达到减少 我们这个农村人力的一个支出 然后也让茶农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就是耕作的一个环境 然后让我们的茶园 可以永续的一个复耕经营 东部茶产区台东陆野 或瑞瑟五鹤台地 平均在海拔500公尺以下 花莲瑞瑞瑟五鹤茶区 目前就有将近20公顷 转型为基彩茶园 农粮署东区分署也分别针对 一般新值茶园 每公顷补助5万元 而今年更有文丹佑废员 转型每公顷15万元补导方案 而其中相关方案 配合平地基彩茶园补助 每公顷最高可补助到30万元 补导推广茶园机械化来生产管理 记者是欲蓝最初采访报道